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大愿地藏王菩萨 那么大威德金刚 鼎礼忠科巴大师 历代传承主师 好 请放长 佛教讲大悲心菩提心 虽然我们想的意念到我们的父母祖先 但是功德是希望能够空性平等 所有众生都是父母祖先 他们得到了这样的超度的功德 修行的功德等等 如何让自己时时刻刻保持在这样子的状态 就像我们现在虽然人不多 但是大家在做甘露诗时 那招请的是十方法界 六趣有情 所以对境 就是对所有众生 希望他们都能够同来到场 修业章 发菩提心 这个奥沙美耶沙多汉 也叫普贤菩萨心众 那事实上是 也可以说是佛教最圆满 最高顶点的戒律 那哪一位可以把 那三昧夜界守的百分之一百圆满呢 那叫佛了 所以佛就是永远 永远安住在空性 大悲不间断 圆满菩提在普度众生 那当然如果我们学佛 就希望能够像佛的心一样 以菩提心做我们的心 叫三昧夜界 所以在日本有一位 到我们中国唐朝留学的 又回去日本弘扬唐觅的 空海弘法大师 他又把三昧夜界 变成他的愿力 这四句话 各位能够经常背 非常好 来 念一下来 虚空静 众生静 涅槃静 我愿乃静 我愿乃静 所以请方长 整个虚空世界都已经得到清静 这个静就是已经得到完全的静化了 但是它这个是静力的静 所以所有众生也都渡静了 而且所有世界众生都安住在无苦的状态 涅槃 乃至停止轮回了 我愿乃静 所以在日本的佛教高野山 他们就100%相信这位空海大师还活着 因为他的生命不是肉体 是个愿力 所以他们就找时间一直供养 一直供养 早餐 中餐 变成在高野山很重要的仪式 很多供养组能够去参与 拿着便当供在里面 我有一次去 他们也安排我们都去看 都去供养 而且有一个地方一看 那个空海大师的影子都还在那边 所以我想信心很重要 就像很多人念到观音菩萨 他就看到观音菩萨 等等等等 这个信心 我想每一个佛菩萨都像中国巴大师一样 都是时时刻刻在关怀的众生 我想各位做过父亲母亲的 那不可能不关怀子女 是永远在关怀子女 这是因为我们的无名 隔了一个投胎轮回 就忘了对方是我的父母子女 甚至还去欺负他 所以一只猪也好 一只牛也好 都做过我们的父母 为什么 因为让你见得到面 没有做过你父母你还见不到 没有做过你的亲戚朋友你都见不到 那如果做过你父母的 大部分也做过你的先生跟太太 也更做过你的儿子女儿 只是在不一样的时间投胎 它显现不一样 比如说你的妈妈你现在18岁了 那你的妈妈投胺在你的学校 因为她跟你有缘一定会在同学校 我同一个去 她现在也18岁 所以你就会娶她做太太 而且两个相看就抓住了 但是因为搞不清楚这是为什么 但是就是个很强烈的印象 所以甚至我曾经认识一位老修行者 她的福报很大 她应该是升天的 那后来有一位法师就说 她没有升天 她本来可以升天的 她马上又来投胎 或者说因为人往生以后 中阴生的时候 就是说你往生中阴生 你的过去世你都知道了 你马上就记起来 所以这是中阴生 所以要利用中阴生 来修行跟成佛最快 你舒适的愿力啊 因缘啊 你都马上看得见 然后你以后来投胎 有望 所以当她要升天那一刹那的时候 看到她的情人在世间投胎了 所以她马上就来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各位修行 为什么要修佛法 就是希望中阴生的时候 还保持正念 甚至我们一个人 要去投胎的时候 大家多为她念佛啊 诵经啊 让她保持正念 不然呢 按照她的中阴生 还看到这个事情 所以她马上心又变了 那我们修行人也是这样 你现在每天一直累积资良 一直摆佛 一直修行 或许你会觉得好像没什么进步啊 很大 那是她在你的潜意识 都会种下这个因啊 哪一天你在中阴生的时候 那你就会恢复 也包括你前世的愿力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所以你会按照你的这个愿力 往生净土 或是像各位这次来德国 搞不好你发了一个很大的愿 我希望将来能够学德文 在德国弘扬佛法 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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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主持巴登革西一样 她为什么这辈子会到德国来 一年十个月才德国 建立了五个道场 这都是她过去的愿 所以她在这一片土地发过这个愿 不然你就会想 真的要去弘扬佛法到处都可以去啊 如果真的要为了扶持到场 那应该去马来西亚台湾不是钱很多吗 在德国很难的 很难的 但是她这个也是她的因缘 愿力 就发这个愿 所以我想 无论如何 我们每天所做的 做同一个事情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天天在施施 她就一直在累积了一个善的因 在佛教里面也叫善因力 这个力量将来就可以帮助你 你要发菩提心 但是如果是恶因力 那这价格差 就算你出家它都让你发疯 你不出家也没事 你出家以后让你去做坏事 坏的比在家坏几百倍 因为她中了一个恶因的力 再加上她一个起心动念 然后她就不肯 不肯的事情她都做得出来 所以各位平常一定要 随缘消就业 多忏悔 碰到什么事情 就忏悔 有逆境就忏悔 帮不了别人也要忏悔 忏悔以后就要马上发怨 所以忏悔就是把不好的停掉 要不好的因 种都断除掉 那马上发愿要积一个好的因 种子 因为我们一个目标就是为了要成佛 要成佛 昨天居士问了一个问题 问湛江法师 他要我今天回答 人他修行一定要有一个决定的方向 那这个方向不能变 但是基本的方向就是解脱 解脱生死 但是因为解脱 这是个人的事情 所以如果众生都能够解脱 因为众生的父母 这些都离苦了 那才是我们解脱的意义的所在 所以就马上把这个出力心 转为一个利他的菩提心 那为了要帮助众生 那你一定要成佛 所以发菩提心是成佛的因 那既然发了菩提心 那你应该怎么样去圆满成佛的功德 那所以你一定要消业障 断我子 所以我们叫消除恶障 烦恼障 所知障 所以要达到人无我 法无我 这还不够 还要累积广大的质量 那就是布罗蜜 那叫福慧双修 那各位你每天都要告诉自己 这就是生命的方向 当然每一个人的生命 都在追求快乐 有情众生 但是这个快乐 有这种暂时却不断轮回的快乐 还是就近解脱 来着帮助众生的快乐 那你要去思维 抽烟 跳舞 谈恋爱 就像昨天我们赞将法师讲 你听他年纪小小就发大怨了 对不对 这个叫什么 一炮而红 我也要去思维 为什么变成早产儿呢 所以我一直发这个愿 我生生世世 不让我母亲受苦 乃至在我妈妈怀孕的时候 到我生下来一点都不能让我妈妈受苦 乃至在成长的过程 绝对不让母亲受苦 所以有这个愿也有好处 所以做什么事情都会想到爸爸妈妈 但是我只有发妈妈 大概没有忘了发给爸爸 所以我对我爸爸有点不太公平 所以 但是我妈妈自从怀孕我 她就跟我说 都没有痛苦 前面大哥 二哥 会什么害喜 然后生到你完全都没有 然后绝对要生了 跑到医院 刚躺在床上就生下来了 还来不及 来不及痛 然后生下来以后就很好养 也不喝她的母奶 也没母奶给你喝 所以 那谁来报 都接受 当然这个很重要 所以 这个要这样发这个愿 所以 因为我想母亲也好 父亲也好 念一下 慈父悲慕 父亲代表给众生快乐 母亲代表要承担对方的苦 那事实上慈悲才是我们的父母 但是千万不要把无名为父 妄想为母 所以父亲代表智慧 所以 一定要转变 所以我们 人生的方向就是离苦得乐 但是离苦得乐一定要断无名妄想 开发慈悲智慧 然后 要这样子一直去意念 一直去意念 所以 当然我也听到妙弦法是这样 但我这个人很认真 因为我坐在那边 他们就不好意思这样 我只好躲在楼上 或者看个小手机 不过我听火法有个特点 只要是重点 我听一次永远都背下来 我就不用去思维 所以各位有时候要 要让自己的心像海绵一样 真理都记下来 坏事记不下来 别人骂你 骂完 忘了 转头就忘了 别人欺负你 打你 我忘了 转头就忘了 因为我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各位 你的内心你要去分析 你是属于那种烦恼型的 还是快乐型的 快乐型叫自在 所以他不会去记这个烦恼 但是别人给你一碗水 你永远都会记得 我要感恩 但是痛苦的事情 被侮辱的事情 就算了 我有这个特点 所以以前年轻的时候 做了很坏的事 他们打架 我也曾经被用枪比在头 然后那时候好像很激烈 但是一离开 我又去喝咖啡 又忘了 我就不会 因为我认为过了 过了 过了 就好了 这个很重要 因为如果一个人喜欢记仇 那你就 所以这个是我出家 也是很好的助言 因为我的儿子有我这个特性 他永远不记仇 也就是说他被他妈打了 我拿一块糖果给他 他早就忘了 他就吃糖果 他就讲快乐的事情 这个对他很好 对我也很好 因为我觉得说 我这样我出家 他就不会有这么大的痛苦 所以 再大的痛苦 像我妈妈 我也有点佩服 她身体 从我年轻看她生病的时候 我妈妈好像一辈子都在生病 但是她会马上忘了 她不会一直记那个 记那个痛 所以她就变成不怕痛 那不怕痛 这也是个问题 不怕痛就不想解脱 所以 对他来讲最重要的是情 对儿女 这种情 他要抓得很紧 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 所以各位你要去分析你自己 分析你自己的优点是什么 你的缺憾是什么 就像我讲 我们卖一个产品 为什么别人卖那么好 卖不好 我们的缺点是什么 我们还可以改变的空间是什么 那你要去思维 你不能随着时代 进步 人家已经在iPhone了 你还在拿那个手榴弹手机 你的思想是古板的 那这样就不能配合 所以西方人叫timing 你要把这个抓得很紧 整个世界的趋势 所以我也经常去看那些领导人在演讲 那些最最出名的影歌星 他们为什么能够吸引众生 这是大乘佛教很重要 今天一万个法师合起来 都少了一个电视明星 所以 为什么这位 这个人死了 像Michael Jackson 我也经常看他 为什么他死了 还这么多人在看他的影片 听邓丽君的歌 对不对 这些东西 你要把它 佛教里面万法结为佛法 只是你不执着用它的好处 这样就好了 这叫什么 转为道用 各位要会修 就是你把任何境界因缘这些虚幻的 转为修道的用 而不是隔离 佛教里面讲的真理是在世间 离开方便找不到究竟 记住 离开方便 就是离开这个世间法 所有的一切 你看不到真理是什么 所以佛陀特别要讲 射即是空 佛陀并不是因为讲空 而排斥射受想行事 所以射不亦空 空不亦射 受想行事 亦复如是 所以你要找到真理佛法 不能够离开你所看到的 所接触到的 包括你的身心世界 那只是你要用一个真理的眼光 正确地去使用你的身体 使用你的感情 使用你的思想 使用这世间的一切一切关系 所以我想各位 也不见得说你 这辈子也会出家 但是你要利用你 跟你父母 夫妻 子女 亲戚朋友 社会关系 生老病死 那来转为道用 转为修行用 特别是逆境的时候 逆境痛苦的时候 所以我这个人最大最大的嗜好就是赌博 跟钓鱼 就这两个嗜好最强 强过女人 我可以不需要女人 不知道谈起来 这两个对我很强 但是当我开始了解佛法了 那这个是我一个祝愿 钓鱼那种最早走 最早来最晚走 然后一直浮标在那边 整天都不动你还不走 因为那种意志力要有 赌博我很少赢 都是输 输还保持风度的 打不死的蟑螂 那是因为我输了很多钱 但是我绝对不去骗钱 我绝对不用不道德的方法 所以那是别人骗我的钱 我还是 这就是我的因缘 跟输了一样 所以我那时候 虽然输心情很不好 但是我是输钱 却排品最好的那个 还是微笑 还是买东西给对方 所以都到自杀边缘 还不自杀的人 但是这个也是一种习气 这种习气只是没听到佛法 听到佛法以后 各位你会觉得 行菩萨道就是那种自杀的阶段 最痛苦的状态 在最痛苦的状态里面 去开发智慧 所以昨天我听他们讲 年轻 像我们妙宪法师 上班 看到一朵花 所以他们生命很单纯 沐山僵尸也很单纯 国中 高中 就是很单纯 这是他们的善根 但是也是 可以说缺乏的那一部分 就是说 生命不够精彩 但是生命这个精彩 一定要 不是说自己去精彩 而是你要把所欲柔众生的这种 很复杂的这种快乐跟痛苦 变成你的感受 然后怎么样去 去体贴对方 去关怀对方 做个比喻 好吧 就像我年轻的时候 我这个人 以前没有什么夜总会 就是买 拿个小 什么 唱片机 找黑黑的地方 放唱片 跳舞 在台湾就这样 对不对 那个最好是空房子 没人的 一批年轻人 在那边 我就负责放唱片 因为我很喜欢听音乐 好听的 不好听的 这个时候跳快乐 这个时候跳慢的 我负责放 我负责放 负责放 当然 我就是希望对方跳得很快乐 而且很有气氛 但是有时候在那边放 奇怪 为什么几个小姐没人请 他们不是很痛苦吗 我放这么好听 怎么没有男人去请她 一般都是比较胖 比较黑那种 没人请 那个时候 那就是我的责任 所以我每次都去请她 轮流请她们 这个很好的习气 这个叫慈悲 我会不会嫌对方丑 而且我就会去 讲很好听的话给她 也是希望她很快乐 她不知道原来放唱片 这个才是最帅的 最体贴的 所以就是这样 她是别人长得很漂亮 我说这个不用我照顾 别人都会照顾她 不用轮到我 所以我就一直这样 所以我从年轻的时候 会交女朋友 都是人家 打跌破眼睛 你是台湾话叫 这眼睛有问题 你也不是长得很奇怪的人 你也不是长得很奇怪的人 为什么找一个很奇怪的人 我记得有一次大学 我带一个女生去学校 人家伴最大的 每个都带一个来很漂亮 因为我带那个女生 又矮又黑又爆牙 然后大家 你姐姐没有我没有 我说对方化妆那么漂亮 你假丑 为了成家这个 她已经化妆得很好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习性 也是过去是培养的 这个习性就是说 你没有个人的喜不喜欢 只是说你只想到对方而已 所以我认为这个也是一种善根 这种善根 结果结婚的时候 却娶了一个最漂亮最有钱的 所以 这也是个因缘 因为是我的丈母娘要我结婚 所以我觉得我丈母娘那时候很可怜 如果我赶快结婚 她就可以跟我住在一起 就是这样 不过我讲这个叫习气 这个习气 如果你现在不从日常生活一直去培养这种 服务众生 体贴对方的习气 柔软心的习气 无所求 无所抢的习气 而且一种失败的习气 孤独的习气 不以人争的习气 你要一直培养 要一直一直培养 如果你现在的生活环境 是属于那种竞争的斗争的 那你最好先离开那个地方 就像早期他们叫我去美国留学 我说我这不能去 这一去回来 我不会叫我爸妈 我可能会比较自私一点 个人主义一点 我要找的环境是那种 那种比较柔和的 所以我就很喜欢去缅甸 泰国 我觉得这很好 他们可以去做很多事 去帮人家 他不会一直往正 所以我想菩萨的习气 不是往上 是往下 哪里有苦难 哪里需要帮助 要往那边去 所以我常讲一句话 我在年轻 他们叫我出国留学 不要在骆驼里面做羊 笨 要在羊群里面做骆驼 那你可以去帮他们 但是大部分人都是朝上 基本上在佛教是这样说的 慈悲的功德等于供养佛 供养一切佛 是为了慈悲所以才去追求 成佛之道可以 所以不能够离开 往下的功夫 尽量去体贴对方 所以我想这一次我们人睡了不多 各位要想办法去体贴对方 吃饭啊 睡觉啊 讲话要讲那个对方喜欢听的话 不要讲那个对方不喜欢听的话 所以任何一个动作 那你要从你家里开始做起了 像各位现在是有家庭 你不见得会出家或不出家 但是无论如何 就像我那时候认识佛教了 我对我太太啊 家人啊 兄弟姐妹啊 公司啊 客户啊 好到不得了 特别是我的太太啊 我的丈母娘啊 因为我知道我可能会出家了 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一辈子该对他们的好都给他们了 因为我知道我出家以后啊 不可能用行为去对他们好 一点点都不敢 一点点都不敢 所以我有时候在访会看到我过去的太太 她看东我就看西 心里回想给她 但不敢看她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一看她 她已经痛苦那么久了 然后再看她一眼 然后她继续掉下去 那是太狠了 所以我那时候我要出家的时候 我师父没帮我提头 我就哭啊 我说师父啊 为了我要出家 我那个太太都快自杀了 我那个儿子啊 为了我也苦得要命啊 我父母啊 为这个事情也不知道怎么办啊 你就赶快啊 我自己倒无所谓啊 对不对 因为你越没有一个决定 他们就一直在挣扎 可能会发生问题啊 开车头去撞人了 甚至要自杀了 那种折磨我们受不了 所以我讲这个重点很重要 各位如果你要修菩萨道 你要有一个不忍众生一点点苦的 男人大悲心 有时候各位讲话要注意 有时候这个人做错 你骂他一句 这没悲心啊 你这句话这么狠 你怎么可以骂他 虽然他错了 他错了 但你这句话一骂 他心里会痛得要死 除非你让人感受到这个悲心 只是提醒他 而不是一种谴责他 气愤他 所以我经常告诉你 千万不要用文字去骂人 写一封信 里面每一个字都是垃圾 这样 你要么就不要写 一直骂 从头骂到尾 那你要让对方天天看一次 天天气一次 这样 那这个是很毒的 很毒的事情 那这一点就是说 那这个习气要培养 我讲这个希望各位 你要从小到大 你要去回忆 你的生命的心理路程 你要去回忆 那你才知道 你的心理路程 哪里是有缺憾的 好 早餐吃完了 进入正行 各位要学这个 人不能太严肃 你要跟人家讲佛法 要先讲一点对方喜欢听的 最好跳一段舞 吃点好的 然后那就开始 就像开胃菜 知道吗 开胃菜 然后就开始要吃饭 饭是才不好吃 但是因为我们要 各位受过五戒 然后今天还要传十善业戒 为什么因为 要受菩萨戒 就一定要有这个基本 十善业做基本 就像昨天各位要受 撒咪戒 有人问我说 师父怎么那么早就受戒 应该多讲解一下 等我说讲完以后 你怎样一天可以受戒了 先受戒 先得戒的功德 我们汉传佛教是这样 先给你所有的传承 然后你再慢慢修 汉传佛教的特点就是这样 就像我去接受天台中的传承 那个绝光长 神不错都给你们了 我说这样一下就解决了 然后你就慢慢修吧 唐蜜也是这样 他完整的给你唐蜜的 所有的传承 然后再来就你慢慢修 那藏蜜可能不一样 藏蜜刚好倒过来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很好玩 这个藏蜜说 你果 果地的功德 对不对 那我们汉传佛教叫 因地的功德 结果汉传佛教的 因地的功德先给你果 那你去修 那藏蜜就是一步一步传 四加行 五加行 搞了好几年 结果还得不到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这个 这个也很特殊的 所以我认为要有善巧方便 因人而异 不能通通都一样 这个人适合一下就给他全部 这个人适合一步一步来 而不是说藏人就是这样 汉人就是这样 南传就是这样 也被文化卡住了 要因材施教 所以这个因材施教 变成善知识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谈理论 你怎么谈理论都没有办法 巴黎文说可以吃肉 汉人说这不能吃肉 藏人说我上次吃我就吃 上次没吃我就没吃 就讲这种话 有时候会脱离佛陀的教法 我们要听的是佛陀怎么说 佛陀在什么时间说什么话 是不一样的 在一开始是可以三进入可以吃 因为那时候对的是解脱道 后来慢慢他们四身体可以接受 慢慢引导走入菩提心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自定 绝对不能吃肉了 这个佛陀是因地之义 所以一个好的老师 各位如果将来受菩萨界成为一个好的老师 那你必须对整个的前因后都要了解 在什么时候讲什么 所以地藏菩萨最强调这个 地藏十轮经里面 你针对什么根气要讲什么法可以 那如果你要了解对方是什么根气 那你必须要有很强烈的生命的经验跟悲心 去接触到对方的苦 就像以前有一部片子 有一个警察 这是美国片吧 为了要找那个毒品 那边都是同性念 所以他也去做同性念 对不对 他去做同性念 了解同性念的习气 等等 他才能够进入的里面 慢慢了解他们 所以在这一点 如果你一直站在保护自我 或是跟众生画一个框框的话 那就不行 所以你要无限的 当然话要讲回来 我必须告诉各位 今天你拜某一位上师师傅 或是某一个佛菩萨 做你的本尊 做你的医子 有一个最可怕的是什么 这个就是其他都不是 那是最可怕的邪见 那佛是要我们 你以医子一个佛菩萨 那所有佛菩萨 都是你医子的对象 只要他的优点 你医子一个上师 那所有上师身上的 佛性的优点 都是你要学的 你不能有分别 说我是格陆派 尼玛派 我是汉传 所以我不念你的 因为我念我的 我不念你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汉人 还比较有福报 因为我们比较客观 所以就算藏传佛教 四大教派 唱念都不一样 但是各有精髓 我们要学 南北传佛教 甚至向各位到欧洲来 你要多去观察 西班牙人的特点是什么 葡萄牙人的特点是什么 欧洲人 德国人的特点是什么 法国人的特点 什么叫成佛呢 你拥有所有 有情的优点在你身上 叫佛 你没有任何众生的缺点 简单的说 人有O型 A型 AB型 B型 所有血型的优点 在你身上都有 所有血型的缺点 在你身上都没有 这个叫佛 所以我用这个立场去学 现在学校的读书呢 有一个缺点 我为了拿到我的学位 我不管别人 这样 所以读出来的就是有框框了 有自私了 而且要凸显自己 所以我要成为一个博博士了 如何如何 不能把你提高 但是却把这个金字塔的底下统统切断了 所以就变成一种本位主义 自私主义 离佛法越来越远了 那释迦牧尼佛有一次 他成为一个小朋友 他爸爸妈妈送他去学校读书 有五百个小孩子 结果他去学校读书 就像我们赞讲师 我只读华严经 其他我都不读 这也错误 应该 你还是考第一名 但是你还是会读华严经 不然你等于抗议 你跟现实生活断掉了 对不对 让老师烦恼 那释迦牧尼佛以前去学校 他读书 他都比别人优秀 但是他告诉所有的同学 生命的目的在于 帮助其他的生命 你获得了 这个叫发菩提心 他一直跟同学讲 他除了在学校是低名 他让同学找到最高的生命的目标 结果五百个童子 通通一起出家了 这是佛陀的方法 从小 所以我从我儿子身上 也看到这个 他六七岁去幼稚园 就叫人家吃素 吃素 给他饼干 他要问有没有蛋 他带人家去素食店 连老师都被他影响 我从他身上学到一个 小孩子也可以 小孩子那个力量很大的 所以很多阿公阿嬤 是因为他孙子吃素被他影响了 甚至我出家是被我儿子影响 而做行动的决定是在那个 我妈妈生病是我新的决定 我要出家 我儿子要我出家是要行动的决定 他可以影响我 所以这个就互相结的缘 后来我的师父也跟我说了 那个时候护法菩萨在我儿子身上 所以我儿子在演一个大人的戏而已 等我出家以后 他就变为小孩子了 但是看到我 他尊重得不得了 所以我想各位这个护法菩萨会 讲到这个我还是提 一个堕胎胎儿一个鬼 他可以让你儿子像神经病一样的去伤害 各位冤青在主 一个鬼可以让你得癌症 可以制造车祸 可以让你先生打你 可以用各种方法伤害你 一个鬼 那何况是这些诸佛菩萨护法神 他可以扭转世界的 改变世界的 所以我很希望各位经常 实时实上 这些顾问野鬼 你不用问他有没有去极乐世界 你这样对他很好 他对你的助言不可适宜 我们无所求的去做 你会发觉 这个世界怎么这么顺利 担心是多余的 保持悲心就好 走到哪里 反正就是慈悲吧 所以上回我们去马来西亚 过海关的时候 我忘了讲 我说每一位法师 行李啊 护照过关的要 要对那个帮你盖帐检查行李 或办机票的服务员 要对他慈悲 我马里面面问我 谢谢你 你要忘了他等一下就找你麻烦 真的 马上就找你麻烦 所以后来我已经知道 反正就保持慈悲就没事 有一次去英国 要过关的时候 那个人是考试 但是他考我的时候 他跟我问佛法 问到有兴趣了 害我在那边猛念英文 有兴趣了 这个好那个好 对不对 他问我 你要去哪里少林寺 干嘛 Meditation Meditation是什么 一般外国人讲 反正就是打坐 我说No Meditation It means love I love you It's meditation for everybody for all of us 我去跟他解释 不错 盖章盖得很用力 那种微笑多灿烂 像个女人看我一样 他是男人 因为你要把握那个机会 你不能跟他对立 你一跟他对立 他就跟你对立 因为他用那种怀疑的眼神看你 我走来走去 全世界最凶的海关 莫过于加拿大 所以每次他们叫我去加拿大 我都屁屁抓 但是就是要一直要修炼自己 人家看到我像美女 不要考我 所以对我很好 这样可以 好 废话粘篇 这就是佛法 知道吗 做人不能无聊 各位男人回去陪你老婆聊天 聊到天亮 聊的都是佛法 而且这个不错 事实上我对我过去的太太 在我出家以前 我真的对她很好 我每天就准备最好的故事给她听 最动听的儿童故事给我的儿子听 我一定要在我出家前对她最好 但是我知道我出家以后 我一句话都不会再说了 这个要放得下 要断得很干净 不能什么 偶尸什么 偶尸断尸脸 我连一个电话都不打 我都不会 因为这一点你要弄得很清楚 不然的话 会让自己的心也乱 对不对 让对方没有办法走到自己的路 但是回向我是继续回向 这样而已 所以但是你要怎么去规划 我刚刚讲的重点是希望各位 反正现在呢 什么叫慈悲以智慧呢 那就是一直去关心对方 去想对方怎么样让他更好 我要用什么心 你也想以心传心 对对对 这个叫咒 这个咒不是光念 而是你有准备这个心态 透过这个声音 希望对方能够得到一个进化 对立 我千万不要对立 你是佛教 他是别的宗教 就是要爱他 这个叫宗教 当我去相片上 我经常在圣母玛利亚耶稣基督那边念 很多信徒 甚至出家里打电话骂我 海道法师 你皈依外道 不是皈依 祈祷 祈祷圣母玛利亚爱众生 对不对 祈祷圣母玛利亚有观音菩萨的功德 祈祷那些孤魂野鬼 圣母玛利亚请你引导来参加法会 在欧洲祈祷圣母玛利亚 引导了黑死病的病魂 因为我们天天在大修功德 如果我们修这么多功德 不是为了悲心 只是抢功德 那就很没有意义 所以一定要去祈祷 所以我跟阿拉也是好朋友 要一天天祈祷他 但是心里 如果各位你心里排斥他 那阿拉就不高兴 阿拉是一个很好的护法 摩西所罗天在佛教里面 但是这个神会随着你的心 你是用那个心 祂就用那个心对待你 你是用那个心 祂就用那个心对待你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一定要保持一个圆满的 一个利他的心 让这个神都变成佛的心 一个小小的土地公 都变成佛的心 那各位要经常这样去练习 反正我这样讲的意思是 文书菩萨说的 碰到任何一个因缘 都是当做一个菩提心的机会 碰到一个未来佛了 碰到一个绝对感恩的对象 如果你有这个生命经验 那你就不要浪费 为什么因为各位每天 要碰到这么多人这么多事 那因为以这个心态来学习所有的方法 学英文学德文学科学 动机都是为了服务这个世界的 帮助这个世界 而不成为一个武器制造者 污染者 所以电脑媒体可以很强烈的去 播很坏的东西 但是也可以很快速的去播很好的东西 但是就差在这个人的动机 对不对 就像巴登任伯切 我很赞叹他 他教育了所有的格西 不是要追求格西这么高的 他讲的是什么 善良的心最重要 所以我们港湾格西 我们巴登格西 他们都有个共同的 就是有一颗善良的心 因为他们的上师 并没有给他们讲的太严重 太严重的事情 那我跟巴登任伯切 一段时间 他就是这样 随时保持体贴善良 法无高下 所以很多上师到台湾去传 我要传大威德 我要传什么 结果我们巴登任伯切 第一次传 传什么知道吗 他说阿弥陀佛 他说阿弥陀佛 我现在要传阿弥陀佛 他弄到老半天就说阿弥陀佛 他问这个上人有传承吗 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 只是你们汉人念阿弥陀佛 我们汉人念阿弥陀佛 这些是他的悲心 所以老菩萨很喜欢他 我阿弥陀佛有传承 他教你怎么念阿弥陀佛 观想极乐世界 怎么悲心 这个是要有很强烈的悲心 不然他就说 我们阿弥陀佛 我那个没加持 要有阿弥陀佛 就像有个上师跟我说 你们念观音菩萨没加持 要念大悲众 对不对 那这个就偏藏传佛教了 错 明明我们普门品说 念观音菩萨就不得了了 所以我经常跟很多上师说 上师你们也要看经典 我们也要看论 你不能偏一边 你偏一边好可惜 经的加持比论的加持大 所以不能废弃经典的深入 只是很可惜 在藏传佛教 几乎没有上师在讲经 很少 因为修仪轨 仪轨就比较故障 虽然是精华 但是他整个过程不见了 所以我认为各位在这一点 有机会接触藏传佛教密称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 密称不是藏传佛教的专利 汉人有唐密 流传在日本有东密台密 这些在我们的经典里面都完全保留 没有消失 但是你什么要去学呢 你只要愿意发起一个真正的菩提心 把菩提心当作你的寺院叫三门耶界 这所有遗鬼你都可以修 那如果你在不放心 我想要带各位去日本去接受传承 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得到这个 那你不能说 那去跟日本拿 那太丢脸了 这个跟真没关系 日本人就是中国人 中国人就是德国人 是你有分别喔 所以哪里有善知识 阿提侠尊者在印度 跑来跟印尼人求法耶 荆州大师是印尼人耶 不然得不到一个菩提心的传承 而且要修这个菩提心 要修十二年的菩提心 实修不是每天看书啊 闭关啊 修仪轨 不是实修 实修是对整体众生面的关怀 跟对佛法的深入 这两个要一起 才能够圆满所谓显教的菩提心 十二年的修行 事实上阿提侠是一种视线 视线如此而已 所以各位了解这个呢 那反正的意思是说 佛教教我们从今天开始来 不伤害任何众生 不起坏心 如果你有准备要生气 你就会找机会生气 你不可能叫别人不要伤害你 就是你把憎恨心消除了 那就不会去骂人了 别人惹不了你 所以这两个都要做 由外而内 由内而外 进一步呢 来 保持善心 帮助众生的心 帮助众生的心 跟行为 行为你可以用你的念头去帮助它 但是就像一个空服员 他随时要准备 我能为你服务什么 对不对 而且跟你讲话不能高高在上 那这个我们要学啊 以后各位跟我们讲话你要蹲下来 南传佛教就是这样 对不对 要如此 不能 在藏传佛教里面 不能比上师高啊 对不对 因为这个代表它在你头顶 这些各位 我讲这个告诉各位 我读这个东西很容易 但是我只是要引导 用你的心去察觉一切 一个柱子 柱子里面有很多护法神 一个佛像里面有很多护法神 本尊都在里面 你越朝这个佛像一直礼拜 那个本尊的力量佛就是一直在进去了 所以这个坦卡如果能够拜一百年 再送给别人不得了 放在你头顶就有一百年价值的功德 所以同样你身上一定要有一部经 你喜欢读的就永远读那一本 那因为这本你可以去加持别人 别人看到旧旧了 你以前变了 所以有时候我去加持人家的炼珠 对他们来看我 师父你那条心了 那换一条旧了 所以我经常去请那些往生的上师 对他供养 供养完以后 希望他把那条炼珠送给我 因为我没办法念那么多 人家念一辈子了 像巴僧仁波切的师父吴金仁波切 他一辈子念了超过好几百万遍的大威德金刚那个炼珠 在我这边 所以我有那一条炼珠呢 吴金仁波切已经来投胎了 装眼的不得了 聪明的不得了 这是真的是投胎的 不能骗人的 不一样就不一样 这个对摄达切很重要 因为摄达切佛学院 他们对这种转世的诸古 有时候没有那么重视 因为看不出他的特点 反而有修行的格西被重视 但是乌金仁波切这一次来有个特点 真的表现出很不凡 不凡 因为之前在摄达切有吉天菩萨的转世 有张家大使的转世 但是转世不知道真还假的 因为没有表现出很特殊的 包括有很多还俗的 很多还俗的上师 所以慢慢他们就觉得奇怪 但是仁波切跟我差不多 比我还糟糕 但是乌金仁波切来不一样 因为他实修着 相好 庄严 聪明都超过一半人 所以大家就回佛用 转世很重要 那现在大家很期待 巴真仁波切的转世 因为巴真仁波切是在 摄达切里面最受欢迎的格西 所以很多人都依止他 所以我在欧洲地区 每一个地方都是巴真仁波切的弟子 对我们很好 因为我供养巴真仁波切 成为他的弟子 所以他们金刚师兄弟就会很好 就有这个好处 所以如果他来了 他能够有 所以我们要经常回想来 浩费功德 供养巴真仁波切 圆满之良 一切满怨 适合的地点 趁缘再来 普度众生 所以我一直期望巴真仁波切 不要再投胎做藏人 因为全世界都有他的徒弟 现在他投胎做欧洲人 做台湾人 做新疆都没问题 做美国人都没问题 但是一定要找到一对很好的父母 让他修行 甚至是 当然如果是海外的藏人 也是个住院吧 他就能够懂得当地的文化 又能够了解了 他很尊重汉传佛教 所以他又会懂得中文 所以我认识一个小仁波切 妈妈是法国人 爸爸是我们北京的 一个高级知识分子 结果非常优秀 所以他法国很好 法文好 英文好 中文好 更重要的是外表帅得不得了 现在哈佛毕业了 他那个脑筋太好了 因为他可以把五大论 从小就会背了 从小我就跟他问了 他就会背 给我打 很厉害的 所以让我感很感动 哎呦 人努力可以下辈子延续你的 延续你的 所以我的师父 名副长老看到他就一直哭 名副长老说 因为那时候快往的时候 他相信 他相信佛说 生命可以延续的 智慧可以传承的 因为从这位 以前名副长老 对藏从佛教 并没有什么好印象 但是看到这一位 小活佛以后 他人生就变了 他就很精进了 一般当然也不是说 因为藏人比较不相信这个 至少让他看到了 一个转世的一个 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当然转世有它的危险 也有它的好处 今天如果你转世 看起来怎么笨笨的 就很失望 我去见过好几个转世 过去世多啊 多庄严 转世怎么黑黑啊小小 什么一点都不像 最近诸托伦伯切来转世 又不一样 像毛跟过去世都一样 但是特别壮严 尼泊尔的诸托伦伯切 天嘎伦伯切 我跟他很熟 长得也都一样 但是因为环境不一样 有些小佛佛来就不看经典 因为每一个拉帽对他很好 现在手上只有电动玩具 你不给他就哭 不吃饭 这下惨了 所以我就想说 这个电动玩具比魔鬼还厉害 这些转世佛佛都抗拒不了他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所以在这种环境 当然老师善事者很重要